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越南除了有越南粉 以及上次带大家吃过的这个brunch之外呢 还有海鲜大排档 这一家店的海鲜几乎都不采雷 一定要点的呢就是这个银子 真的超级无敌香 特别是它上面的大蒜跟花生 真的好香哦 一盘绝对不够吃 然后他们几乎每一个海鲜都会配上独有的酱 那这一个呢配的是绿色的这一种 有点辣辣的酱 接下来我们还点了烤鱿鱼 生蚝 然后是这个烤的生蚝 它是有两种味道 一种呢是芝士的 一种呢是原味的 给你们听一下这个铁板的声音 小伙伴喜欢吃芝士的 觉得有芝士香 然而我觉得这个原味的呢 更有它原始的风味香 所以两种都很不错 接下来这一个呢 就是他们家必点的catfish 一瞬间让我觉得我来到了泰料店 这个catfish真的非常大 我们今天点的这一个呢算是小的 平时正常来说呢 他们的catfish是更大的 这个鱼它会配上卷饼 各种配菜酱还有面 最后把它卷起来吃 有的时候会看到 他们越南人大概一桌四五个人 他们就点一份这个鱼 然后喝点小酒吃吃鱼 有没有非常惬意 我一直觉得越南的春卷皮 真的非常的酷 因为你看 它像那个塑料一样的手感 但是把它拿起来 然后呢放到旁边这个温水里面 泡一泡 像这样转上一圈 然后你就可以拿它 包你喜欢的东西了 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皮就会变得软软的 然后呢非常的有韧性 给你们看看我包的 这个面跟酱汁是关键 呀一不小心没有淋到面上面 失手了 它会配两种酱 我们一致觉得红色的更好吃一点 另外那种应该是用鱼调过味的吧 所以有一点点那种腥味 给你们看看小伙伴包的这一个 有没有很可爱 小小的一个 真的是超级 cute 最后我们还点了一个小火锅 这个火锅它用的是冬英工作汤底 所以呢酸酸甜甜的口感很符合我的喜好 这个小火锅它本身有配一份海鲜 然后有蔬菜 最重要还有这个灵魂的面 这家店真的性价比也很高 我们点了这么多才吃了一百多 而且呢它们是开到晚上十一点的 有室内有室外 非常有那种海鲜大排档的感觉 好啦谢谢大家的收看 关注我一起吃遍全球 不要忘了点赞评论哦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